教练,我看太极拳挺好看 练它能防身吗? 太极拳能不能打 我们还有没有练太极拳的必要 这个也相当于说传统武术还能不能打 那么很多这样的赛事啊 这个传统武术对战现代搏击 然后呢几下就会被人打趴下了 前不久呢大家也经常看这样的消息 那么其实我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能不能打 其实主要看的是个人 而不是这个五种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常见到的例子 我们练了琴拿,练了拳击,练了搏击 当你极度危险,情绪极度紧张的时候 控制不住自己了 马上要与人大打出手的时候 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轮拳,踢腿 不会是什么直拳,摆拳,侧踢 不会是这种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练的这个直拳也好,摆拳也好 或者是太极拳里的什么什么招式也好 没有形成你本能的一个反应 没有变成你本能的动作 什么叫本能动作 他过来打我了 我直接仰手一挡 我想打人了 直接抬手去打 这叫本能动作 不通过你大脑去思考 我看到这个东西了 直接反映出来的 这个叫我们本能的动作 那么我们之所以练的这个太极拳 练的这个拳击 没用到我们真正的实战上 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事物掌握的不够透彻而已 并不是这个拳准 这个武术本身不行 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 我们武术从古传承到至今 它自古是杀人计 是我们护卫自己来保命的一个东西 那么太极拳也好 什么大长拳 红拳 螳螂拳等等等等 很多武术都是这样的 如果它没有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一个特性的话 它不会从古传承到今天 所以呢 在古代这个太极拳 这个长拳 这个少林寺的一些什么拳法 都是用来保命杀人的 那么到了今天呢 我们不需要用这种冷兵器时代的 这种一拳一招一式去对抗的时候 它逐渐的就由大架演变为中架 从中架再演变为小架 所以呢 逐渐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实战性 到了我们今天这样一试一试的 就变成了我们健身为主的一些五种 所以呢 不是不能实战 而是我们练的人 一定要记住 技术没有高低之分 而是功力有深浅 所以呢 大家去练这个太极也好 这个拳击散打也好 都是可以防身的 就看你有没有学到家 拳打千遍 身法自限 一定要记住这个重要的一点 学防身 还得找小易